大家好 欢迎来到《循迹满聊》 我是赛艇柜长 咱们先把广告打在前边 8月29号 《循迹讲堂》会组织一场游学活动 由我带大家参观北京军事博物馆 为大家讲述里边都有什么珍贵的文物 他们背后都有怎样的故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咱们言归正传 前段时间 我一个美国朋友跟我说 他去了趟德州的圣甲新托 打卡当地的地标性建筑 德克萨斯号战列舰博物馆 这也是一艘超武卫舰 1914年完工 服役期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一战的时候曾经远赴斯卡帕湾 跟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并肩作战 二战时候又征战两洋 参加了北非登陆 诺曼底登陆 硫磺岛战役和冲城战役等等战斗 可谓是功勋标柄 1948年4月退役之后 被保留下来作为纪念舰 但是这艘船呢 近况不怎么好 因为年头太长 加上这军舰它缺保养 整个那上层建筑啊 是吊漆的吊漆 上秀的上秀 更严重的是水下问题 那漏水点已经有30多处 美国人又在军舰里边安水泵 每天往外抽水 但即使这样 还是阻止不了这事情 正在起恶化 终于是舰体发生了侧倾的现象 现在这个工作人员在军舰的周围 打了很多支撑柱啊 以防它倒了 不过这样也只能是缓解 就没法从根本上解决这问题 要是说再不想点办法 那这艘世界上唯一的超无卫舰 可就真保不住了 一提到这个超无卫舰 可能有人心里会有疑问 大家以前可能听说过这种名词 什么潜无卫舰 无卫舰 超无卫舰 那它们都属于战列舰 但到底是怎么划分呢 这三个名词啊 是无卫号战列舰出现之后 才有的这么一个划分 潜无卫舰就是在无卫号诞生之前 设计的旧式战列舰 无卫舰啊 就是和无卫号采用同样配置的战舰 那超无卫舰就是在无卫舰的基础上 发展出火力防护机动更强的新产品 咱首先说前无卫舰是什么配置啊 它最主要的特征是前后两个炮塔 四门主炮 还有这其他口径的副炮 大口径的主炮啊 用来攻击对方的主力舰 小口径副炮 用来跟这个什么巡洋舰呢 驱逐舰鱼雷艇 这些中小型舰艇交战 实际上因为这主炮射速慢 所以跟对面的主力舰打仗的时候啊 也是放进了 然后主炮副炮一块开火 这前无卫舰它的火控比较原始 因为舰炮口径多啊 弹道啊性能都不一样 所以没法集中指挥射击 只能是各打各的 效率很低 这个问题在1905年 日本跟俄国对马海战 表现的特别明显 两支舰队打的非常激烈 但是命中率真的是太低了 哎呦没眼看 如果哎 只有主炮开火的话 那如果就是我看这水柱啊 在这个敌舰的后边 这说明我这一炮打远了 能把这火炮的角度调低一点 对吧 但是你主炮副炮一起开火 哎哪哪哪都有水柱 那我就晕菜了 没法说去做这调整 所以在1905年10月 也就是对马海战 结束的五个月之后 英国就建造了一艘 跨时代的战略舰 全舰安装了十门305毫米主炮 跟敌人的战略舰 主力舰对轰的时候 只用主炮 不用副炮 这样来说 它的观瞄就方便多了 一次骑射 它的威力也大多了 再加上采用了 集中式的火控设备和蒸汽轮机 让整艘军舰的战斗力就提了一个档次 这艘新型的战略舰被命名为无尾号 于是人们也就把跟无尾号采用一样配置的战略舰叫做无尾舰 有了无尾舰之后 过去的那些老战略舰就叫做前无尾舰 现在啊 无尾舰啊 在世界上已经都没有了 超无尾舰就剩刚才咱说的那一艘 前无尾舰也剩下唯一的一艘 这是日本的三力号战略舰 这艘军舰是日本朝英国订购的 买它的时候已经超过海军经费预算了 海军大臣山本全名位 就找到了内务大臣西乡从道 说你帮我想个折 这该咋办 西乡从道说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别处的钱搬过来 先买军舰用 这叫非法挪用预算 这可是违为宪法的大罪呀 那山本全名位就问说 那一旦议会要是追究咱们的违宪责任 这可咋整 西乡说那切腹自尽呗 是吧 为了一艘军舰死两个人 这笔买卖值 好在啊 后来议会也没追究 那事实证明这钱花的也值 三立号回国之后 作为联合舰队司令 东乡平巴郎的旗舰 参加了日俄战争 在他的领头之下 联合舰队全揭了俄国 第一第二第三 三支太平洋舰队 三立一度风头无两 但可惜人走茶凉 等到退役之后 他就跟那个空巢老人似的 没人管 当时日本政府啊 就要把这艘船报废 一块五一斤卖了吧 但是日本的军方和民间 说不行 不能这么干 三立是功臣呐 我为领袖进过中 我为天皇流过血 这应该永久保留 于是1925年1月 日本内阁决议通过 三立号成为纪念舰 永久保存在海军基地横须贺 6月18号 日本政府开始对三立舰进行了重修 关键是 三立号因为年久失修 他那船底都露成筛子了 日本人想一招特决 他在海边垒出来一个水泥台子 把三立就搁在这台子上 然后往船山里边灌水泥 保持稳定 上层建筑和舱室维持原状 那三立号战利舰就成了三立大厦 今天咱们去还能看见 这甲板上不仅保留着日俄战争的战利品 甚至连当时东乡平巴郎和他的一些参谋们 什么一腾铁太郎秋山真枝 这些人站位都有标注 除了三立号以外 还有一艘日俄战争的老兵也被留到现在 这就是停在圣彼得堡的阿富勒尔号巡洋舰 他在对马海战当中趁乱逃走 跑到菲律宾 当时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属于中立国 所以美国马上按照国际惯例 把他扣留解除武装 这解除武装在这说一句 不是说你挂个白旗就行了 这整艘军舰要去武器化 比如说交出弹药 交出燃煤 然后拆掉炮栓 就让他失去作战能力 那扣留了一年多之后 阿富勒尔才被放行回到俄国 到了1917年 咚咚朝着东宫开了两炮 这就标志了十月革命胜利 那这艘船也就作为丛隆功臣 一直保留着 直到今天 他还在俄罗斯海军的编制之内 想想现在俄罗斯军舰的那些个情况 那阿富勒尔应该说是 保养情况最好的水面舰艇 不过咱看到的这艘船呢 不是原装货 而是腰斩之后的 腰斩的意思就是 这原来军舰的水下部分 泡了那么多年 都烂了 所以按照当年的这个生产图纸 去复制一个船底 然后把新的下半身和旧的上半身 接上 这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阿富勒尔 想想还是挺有画面感的 跟我以前看过那什么 3D肉铺团有点像 那说了这么多 有时候可能会想 当初那么多军舰 怎么现在就留下来这么点 原因是保养太难了 咱就拿开篇时候 说的那德克萨斯号为例 1948年 光把它拖到德州的首府 就花了22.5万美元 博物馆方面又费了老鼻子劲 凑钱去维护它 后来请海军工程师做鉴定 发现说这艘船已经并入高荒了 你再不修就别想要了 于是80年代 德州政府又凑了2000万美元 把军舰送进干船物 做了个全身体检和美容 等到1990年回归展览之后 州政府还花了2500万美元 专门给他挖了个水沟 做单间 就是隔离那种自然的流动水源 避免腐蚀 这些钱要是换到今天 怎么着也得上亿了 所以没有足够的钱 就根本没有保留下来的可能 今天德州政府也在想 怎么把这个雷坠给甩出去 实在是养不起了 为了降低保养的成本 所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 在选择退役军舰当博物馆的时候 都会选择那些状态还不错的 不要那些什么一身伤 全是冻的 这里边呢 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德明恩级的二号舰 萨勒母号 他服役的时候 二战已经结束了 所以一生默默无闻 1958年退出现役 转为预备役 战后除了极深影视 在电影《拉普拉塔河之战》里边 扮演一下德国战略舰 其他啥也没干过 天天养尊处优 那你想那状况当然就好 李根恩在80年代就提出过600艘舰艇舰艇的海巡计划 调查一下他老人家发现 哎 状态极佳啊 拉出去一圈 还能跑出设计时候的最大航速 于是又给他拽到这个海巡仙翼去服役去 那萨勒母号一直到1991年才彻底出役 推役的时候啊 他身上不少零件都是正光马亮的 正好建造他的昆西市 有意收留这个自家作品 于是呢就顺理成章的保留下来了 当然也有不少本来状态不错 最后被玩坏了的例子 英国的普里茅斯号护卫舰 他曾经参加过马岛战争 退役之后被一家博物馆带走 在国防教育的岗位上继续发挥余热 赶上后来大环境不好 博物馆拿不出维修费用 普里茅斯呢就没钱保养 状态越来越差 没几年船底就被这个海水给泡漏了 只能送到工厂去拆解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青岛海军博物馆 这是一家国字号单位 按理说不应该出现什么资金紧缺的问题 但不知道咋搞的 维护工作就做的非常差 我13年的时候去过一次 当时他博物馆的展区分成两个 一个在路上一个在海里 路上那个展区跟工地没什么区别 那各种武器都是被堆在一块 你要是说不仔细看的话 你以为这是什么工地施工 剩下来的建筑废料 海上的展区更绝 他们原来有四艘军舰 都是说对国家有功劳的历史名舰 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三艘 另一艘在2012年 因为说保养不利 被拉到钢厂给容了 剩下那哥仨也是一身铁锈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你说国字号单位 让自己国家的这个工薰军舰化成铁水 这事儿还真不常见 那讲到这儿还是希望说 这些军事类博物馆呢 能好好善待自己的文物 我呢 替广大军迷求救各位了 好了 由德克萨斯号演出来的故事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大家在《循迹讲堂》APP或YouTube上 订阅《循迹慢聊》 谢谢大家